我每天最少平均要十件公文以上 其他还有分层负责的 到我这里我每天也都在批公文 我的公文常常要分好几次报进来 堆起来都比一个人高 我们一个星期应该平均有 225份左右的公文 那一个月要将近1000份 我只知道一个行政首长 如果你不放权 所有的公文全部通通会到你头上来 可是如果文官体制 本来就是分层负责 很多的觉醒 它不可能全部跑到首长身上来 那如果全部所有东西都跑到首长身上来 那就不需要去设什么科长啊 司处长啊或者是局处长啊副市长啊主秘啊 我觉得那就是很滑稽了 如果知道公务员整个这种分层授权的这种科省体制 那你就应该知道一个行政首长批太多公文 那是不正常的 不久我们行政院长苏贞他说 他每天批的公文跟他人一样高 现在我们的公文调出来也是跟我一样高 公文批的越多 就代表越认真 换句话说一个人健康 吃的补品越多 就代表身体越健康 最好吃 十全大补 补了一个满脸通红 然后红光满面 真的是理解 我特别把这些公文标准 也就是说 一个政府要有基体的结合 然后一定相信文官体制 一定要分成做责 那事实上 一个首长 他事实上是一个城市希望的化石 他不管在做任何政策 规复以及决定的时候 一定有一群优秀的 希望我们做完 配合 这是我们关闻的世界 分工复工 最重要的一个金属 还要开替 一旦 最重要的一个金属 多半个人 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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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